人生总有不如意,关键在于啊,熬得住,出众,熬不过,出局。 人生总有一些不如意的事,关键在于啊,啊,不是你来顺受的活着,啊,不是对命运的妥协,啊,是能量积蓄,啊,是生命升华。 有些人熬着熬着,成功了,有些人熬着熬着,消失了,人生总有不如意之时,不要抱怨怀才不遇,也不要抱怨争不逢时,苦心忍,天下父,愿望勾见,卧心强胆,三世乐甲可吞吾,人生是一场马拉松,很多时候是要熬,熬,看似很苦累,很窘迫,实际是在充电,是在进取, 竹子熬了四年时间,仅仅长了三厘米,从第五年开始,以每天三十厘米的速度疯长,仅用六周时间就长到十五米,啊,是海纳百川,又容乃大,竹子熬不过那三厘米,哪能六周就长十五米,啊,是一段痛苦而忍耐的过程,执子之手,与子偕劳,这是多么美好的爱情状态, 在禅迷流言将促插的路上,夫妻哪有不争执的时候,忍耐了,宽容了,爱情就美好了,任性了,记仇了,爱情就悲剧了,啊,是对命运的抗争和掌控,有些人,得了绝症,当听到消息后,有的人,悲观任命,不久即离开人世, 有的人,积极乐观,最终绝症机器消失,能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,就看你的人生态度,啊,是生命最好的模式,在我们身边,有一些人,沉得下心,耐得住寂寞,也不肯轻言放弃,或许他们没有大事业,但在人生路上,一成赢家,熬得久了,心性磨脸的坚韧了, 他们就算在摆着仙魔中,也能成为可以被打倒,却绝不会被击垮的人,啊,是生命赐予的最好礼物,没有经历过熬的人,哪能知道站着说话不摇疼的道理,啊,世上天赐予你与自己灵魂,对话的机会,是天降大任于此人也的先兆,艰难岁月,熬得住,才有柳暗花明,总之,熬得住,出众,熬不住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